就是槍桿子這個部分 我想說你可以來回答了 到底USB裡面有什麼樣 你這個節目播出時間是幾點 晚上 晚上九點 九點到十點對不對 我們特別來 你這段剪下一方網路上 你講的那個張藝善 這個小子講的是槍桿子 是只能十二點以後播 他們則會有嗎 裡面有什麼秘密 沒有證據 可是那個那個 那個北檢的 北檢 你還記得你回憶一下 我們來推敲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槍桿子 柯文哲那個時候家裡被搜索 是不是滅證了一個小時 好 那是不是手機被拿走 手機被拿走的時候 是不是手機的微信跟LINE 會被解密 那他講 你應該記得很清楚 他講了一句什麼話 柯文哲在他家講了什麼話 被那個帶走那一天 他說手機被拿走了 怎麼樣會 內容是什麼 他講的 拼湊所謂的拼 他們要拿我的那個簡訊來拼透內容 他就很擔心有沒有 那個樣子看起來很擔心 他不擔心錢會曝光 他擔心簡訊會曝光 都很擔心 因為錢的部分是在最多十一點 播到十二點 簡訊的部分 簡訊可能就十二點以後播 有這麼閒失嗎 反正有傳聞 沒有辦法證實 沒有辦法證實 可是 其中不要發生這種事情了 對啦 對啦 因為好想你跟好想你死 只差一個 你們很壞耶 不是 因為 希望不會有發生這種事情 因為 陳佩琪講好想你嘛 如果有那個簡訊的話 他又講了好想你嘛 然後陳佩琪就會 好想你死吧 碎石萬端 佩琪也應該要傳了吧 但重點是你看 這鋼鐵小草集結 我也想說 在這個土地被扣押之後 到底小草的 要怎麼樣來挺阿伯呢 因為現在阿伯 已經面臨到人設崩壞了 你看他之前不是說 這麼小清新 結果現在發現 金流也有了 唱歌也有了 USB裡面也有了 還去八八會館 說我吃飯 我只去五分鐘而已 就這樣子嗎 那過去大家想像的阿伯 跟現在是完全不一樣的人 我們把柯文哲的政黨換一下 如果今天是民進黨的前台北市長 然後被人家發現 進入八八會館 兩次還帶著相關的 局處所長去 你會怎樣 王國昌就立刻拿出兩倍看板 開始連連看 可以這樣嗎 可以這樣嗎 可以這樣吃飯嗎 馬上就可以這樣嗎 然後連連看 這邊連那邊連一大堆了 對不對 他上下連 一樓跟三樓 你們柯文哲阿伯 去過兩次你怎麼不講 柯文哲有被媒體堵麥 有問過這個事情 他說 我只進去裡面了 五分鐘吃完 不要請柯文哲吃飯 吃完五分鐘吃完了 什麼事都不知道 什麼事都不知道 請問你 那為什麼要去八八會館兩次 你知道一堆高階警官 就因為去進出過八八會館 被派到最後 那麼寄過的寄過 這個請辭的請辭 不是這樣嗎 但你有看過柯文哲 為了這件事情 正面對待嗎 正面這個迎戰嗎 沒有嘛 你有看到這個 等於說黃國昌 為了八八 他在說八八會館 說八人的時候 說到嘴巴全部 但是講到柯文哲的時候 就不見了 就很簡單 雙標 永遠雙標 那麼事實上 針對台北地檢署 對不對 然後這個像台北地方法院 直接查扣 精華層一百一十一億 那是他們自己 估出來的一百一十一億 那麼細鬆三段的這個土地 我說彭北 就已經把精華層 整個都弄住了 我問你嘛 你柯文哲不是 不是塞性地嗎 柯文哲不是塞性地說 我不要接受這個訓問 對不對 理論上來講 我說他們中華民國 司法史上的貪污罪的被告 還沒有看過這種塞性地說 我歪去 是不是他覺得大事已去 我們知道消息他可能有略懂 就像是一個65歲的 超級的這個老小孩 任性的老小孩 就是這樣子 你所有的一切 不是都已經過了嗎 你所有的一切 紀錄四月也很任性 我都講 我都講話 我都講話 現在你柯文哲講不講 有那麼重要嗎 沒有那麼重要 我從其他 他就跟你講 其他人員一講就好了 檢查官拿這些東西 去跟法院說要查考一下 111億 你知道那個法官看了這個查考 如果OK 準的話 這個法官要負什麼責任 那個壓力有多大 而他願意再看過以後 直接OK 那就表示 裡面的東西足以證實 那麼證實 他涉及犯罪的可能性很高 民眾黨的人 你們千萬不要忘記 真正去告 柯文哲讓他變被告了 是鍾小萍 不要忘記 是他去告的 陳自然罵的是你 不要忘記 其實這個禮拜 你請他罵徐出來一下 其實這個禮拜 本來就要傳這個 等於說陳佩琪了 剛好遇到颱風又兩天假 但是在颱風假的過程當中 據我所知 那麼正辦金華城這些案子 七個檢察官 還有這些 包括檢查事務官 還有這些林鄭署 都上班 然後都過濾 然後現在針對其他案件 他們不是只有辦金華城 其他案子還在辦 政治現金什麼 你看那天介訓李文中 就是辦其他案子 所以那麼陳佩琪的重頭戲 在下個禮拜 我當然知道 你很想你老公 但是你很想你老公 對不對 那麼早知如此 又何必當中 瑞德他比較想 柯文哲還是你老婆 比較想你 比一下 這個問題根本不需要問 為什麼 他怎麼跟我老婆比 所以我們請教一三哥 很想你 這個三個字 有什麼樣的意涵呢 陳佩琪突然在 羈押滿月的時候 PO出很想你 這個是真心想 還是PO給小草看的 那如果知道這個USB裡面 有自己不知道的秘密 我想說這個難受什麼 對 很想你三個字 不只想柯文哲 我們也很想陳佩琪 陳佩琪已經三個禮拜沒講話了 結果出來講話 就是三個字而已 叫很想你 而且這個照片非常有國際觀 要肯定一下我們第三夫人 非常有國際觀 這是他陪同柯文哲 去日本參訪時候的一個照片 但是這個照片也挑好一點 去頭去尾 頭也不見了 腳也不見了 這個東西不吉利 所以非常有國際 沒關係 但是照片 請挑好一點的照片 但是很想你 當然是為了動員 所謂的週六的鋼鐵小草 那麼聲援 所以貼了四個小時的時間 他總共我剛才去看了一下 1.2萬的按讚 還不錯 所以萬人按讚 一人參與的情況下 可能會多動員兩三個 所謂的小草 多動員兩三個人 那加起來七個人吧 所以整個人是為了鋼鐵小草的動員 發了這個臉書 除了陳佩琪之外 我們要討論一下柯文哲的USB的問題 USB其實代表柯文哲的錢袋子 錢袋子越來越清楚 所謂的1500審清金 其實就是指的是金錢 只不過我們單位不知道而已 到底多少錢不知道 而且裡面記載了所謂的 那個賴香琳 高宏安 為什麼沒有黃珊珊 對黃珊珊特別不好 其實因為那一年 其實黃珊珊是用五黨籍參選 所以如果是傳出高宏安跟賴香琳 有可能是記載了所謂的黨部的補助款 但是黃珊珊的關係 跟審清金的關係 其實也不用透過柯文哲 他比跟審清金的關係 鍾小平是最清楚 他跟審清金的關係 比柯文哲還要早 而且還要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這個帳裡面可能是黨部的帳 不只是內帳或外帳 我覺得是所有他的錢袋子 所有的出入帳 包含黨部目可 所有的這些 他可以控制的錢的帳 可能都記在USB 還有包含所謂的入帳 所以我們的證據 我們現在看到的 絕對不只1%而已 簡連一定掌握的 比我們更多的東西 而且如果是錢袋子 有沒有冷錢包 有沒有海外帳戶 這些東西 可能都會記載在USB裡面 因為我說他叫做錢袋子 另外一個可怕的地方 叫做他的筆桿子 他的筆桿子是什麼 柯文哲當然很少用寫 所以很少用筆寫 所以他字都很醜 他都用他的所謂的手機 在傳送訊息 所以相關的筆桿子的訊息 對於簡連來講 他就會形成某一個時間 入了什麼仗 他跟這個人有沒有所謂的勾竄 而這些勾竄的一些訊息 跟對價關係 會不會產生形成對價關係 所以筆桿子 錢袋子都被簡連掌握的情況下 剩下一個就要中小平來講的 槍桿子到底是什麼 中小平可能會在下週持續爆料 什麼叫槍桿子 槍桿子 聽不懂 我只知道毛澤東 就是信山社的東西 槍桿子啊 信山社 那叫槍桿子 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不懂 好 但重點是 什麼槍的種類 你傻 但重點是因為那一天 陳志涵不是跳出來說 朱雅虎他承認的是政治獻金 他不是承認收賄 第一個我也想問 陳志涵你怎麼會知道 第二個就是 好 陳志涵還講 你看看 那藍綠白的議員 大家都有收這個政治獻金 不然以後不要收建商的錢好了 好 請教他俗華議員 陳志涵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什麼呢 要所有的議員小心嗎 還是說接下來真的有議員要去注意的呢 我覺得當然 大家比較在意的是 這個審慶金的大本本上面 到底他那個4.3億的公關費 到底流向何處 那我覺得民意代表 那我覺得民意代表只要我們 我們只是為民服務好好做事的話 我覺得所謂的政治獻金 現在陽光訪案裡面 已經都有揭露了嘛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好去質疑的 只是說你有沒有 拿著政治獻金之前 你幫了做了哪些事情 然後這是後線嘛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嘛 那其實裡面有一些議員 其實有某一個議員 那他其實有兩次一次的督審會 他有派助理去參加 另外一個很特別的會議 就是專案小組會議 也就是我們說幫那個 幫金華城量身訂做的 我們還找了一大堆幕僚 找了那些學者專家 來幫他召開了一個專家學者會議 通常專家學者會議員不會參加 那為什麼那個議員也跑去參加 而且是請助理去 那這個有可能會被問耶 會被傳去問耶 這兩個 因為他之前否認 他說那是助理自己跑去的 那通常是這樣 我們助理不會閒閒沒事做 因為他薪水也拿的不多 那通常是他覺得這個案子 一定是議員說 你去幫我聽一下是什麼狀況 通常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有哪些議員 我覺得呼之欲出 那另外我覺得為什麼 為什麼甚至還會知道這些 你是說不是一個好幾個 因為總共有這次的二點五億 第一次一點八億 這是二點五億 那二點五億 如果只有給給應小衛一個 好像也太太不夠 那有可能會跨選區嗎 除了鬆信之外 我覺得應該也會啦 有可能 有可能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反正到時候我們會看 哪些議員 我如果他只是單純的政治獻金 我覺得中小平你真的不錯 那我覺得支持你這個議員參選 我給你這個政治獻金 然後你也 你也有申報 我覺得那就OK了 可是如果是你中小平之前 又去幫我做哪些事情 我給你的後線 然後透過政治獻金 搞不好對價 那個就是有對價關係 就不應該了 所以不要把正經獻金 全部把它抹黑 那我認為說 民眾黨現在就是這樣的做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用 各的名義捐款 然後在同個時間捐款 再加上還有很多是 在小草 當時柯文哲 在選前的兩個禮拜 兩天 兩天 他呼籲小草說 每個人捐兩百塊 來支持團結力挺柯文哲 當選台灣中華民國的總統 那時候那一千的捐款收入 你知道多少 爆量 爆量一千 四千八百萬 哪來了這麼多小草 兩百塊可以捐到變四千八百萬 一千四千八百萬 有可能匿名的情況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才是問題 還是沈晶晶裝可愛 說她是小草 她是老場 不然 不然有點不徵重 那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覺得這個檢調 一定掌握很多的訊息 來去處理 但是我現在還要回過頭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覺得 蔣萬安今天回應 包括現在金華城已經 被這個所謂的土地 已經被扣押 那被扣押的情況之下 其實昨天我們也 在議會第一天開議的時候 我就已經 簽了這個連署書 那我也蠻感謝 那個我們臺北市議會 跨黨派議員的支持 那他們認為說 這個是不公不義的事情 這沒有政黨的問題 可是你為什麼沒有簽 那沒關係 他沒找我 找我會簽 你又沒有進去 誰又曾沒有簽 那我現在要講的是 要我簽嗎 我們認為先先 幫你簽一下 謝謝你 謝謝 那我們認為說 應該要立即停工 因為北檢當時在羈押 柯文哲的時候 北院也認為說 這個容積百分之二十 你不可能不知情 而且這沒你簽好了 看好 是是 然後謝謝 然後這邊是鍾小平簽的 然後明知道違法 然後你硬要去做處理 所以才會羈押他到現在 所以用這個理由 其實就可以要求停工了 可是今天還有給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更好的理由 就是說現在已經 假扣押這個土地了 那假扣押土地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蔣萬安居然還講說 我禮拜一再發文給北檢 給北院 認為有沒有違法 你就可以自己決定 你自己可以決定 因為這是行政才良權 這跟北院沒有任何關係 那所以我覺得蔣萬安還是在歸縮 這個進化城整個案子會不會斷一根呢 我們還是想要知道 小平哥 就是槍桿子這個部分 我想說你可以來回答了 到底USB裡面有什麼樣 你這個節目播出時間是幾點 晚上晚上九點九點到十點對不對 我們特別來 你這段剪下來放網路上 你講的那個張藝善這個小子 講的是槍桿子是只能十二點又播 柯文哲會有嗎 裡面有什麼秘密 沒有證據 可是那個北檢的 北檢 你還記得你回應一下 我們來推敲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槍桿子 柯文哲那個時候家裡被搜索 是不是滅證了一個小時 好 那是不是手機被拿走 好 手機被拿走的時候 是不是手機的微信跟LINE會被解密 那他講 你應該記得很清楚 他講了一句什麼話 柯文哲在他家講了什麼話 被那個帶走那一天 他說手機被拿走了 怎麼樣會 內容是什麼 他講的 拼湊所謂的拼 他沒有拿我的那個 簡訊來拼湊內容 他就很擔心 有沒有那個樣子看起來很擔心 他不擔心錢會曝光 他擔心簡訊會曝光 都很擔心 因為錢的部分是在最多11點 播到12點 簡訊的部分 簡訊可能就12點以後播 有這麼閒失嗎 反正有傳聞 沒有辦法證實 沒有辦法證實 可是 希望不要發生這種事情 對啦 因為好想你跟好想你死 你們好壞 不是 因為 希望不會有發生這種事情 因為陳佩琪講好想你嘛 如果有那個簡訊的話 他又講了好想你嘛 然後陳佩琪就會 好想你死吧 碎石萬端